现在是4月22号的清晨 这是从我们酒店的凉台向外观看的美景 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 白云镶嵌在蓝天上 无风 非常的舒适宜人 在我们这个酒店的正前方是另外一家酒店 坐落在这块地的突出点 山面黄海真正的海景房 我们现在下到了酒店的免费早餐点 吃这个免费的早餐 这个早餐跟所有欧美酒店提供的早餐差不多 培根香肠水果等等 我们今天计划从拉格斯开车回里斯本 还车 这中间大概是300公里的车程 然后我们将改省火车去到葡萄牙的第二大城市波尔图游玩 坐火车从里斯本到波尔图也是大约300公里左右 火车票呢是提前在网上预定的 从里斯本到波尔图往返是33欧元 非常的便宜 我们这段自驾五天游大概全程开了1473.8公里 现在拍个照留恋 这是里斯本的火车站我们到来了 我们到这里准备转绳火车到它第二大城市波尔图 里斯本主要有两个火车站 特别是市中心的Santa Apriloria站 和稍远一点却有高速列车的Gildo Warrenta站 我们又叫它里斯本东站 现在我们就在这里斯本东站搭乘火车 它有连接布拉加、波尔图、科英布拉等地的火车 方便游人往来 城市之间的票价约在40欧元左右 里斯本的新门赴 里斯本东站 是由西班牙建筑大师设计新建 它建于十年前酒吧市部会期间 是世界上最大的火车站之一 火车站是一个完善的交通疏流 不仅和穿梭各城市间的高速火车 衔接在一起 更将普通客车、公共汽车、地下停车场 以及城市清火线等整合在一块 前往葡萄牙其他城市的列车和旅客 通常从东站出发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开往波尔图 3.39的靠障台 火车站外面的建筑也是非常有特色和漂亮的 看我们前方这一个 趁着这蓝色的天和蓝色的玻璃窗 非常有特色 马路也非常的整洁 在这个火车站上站台的这个下面 有个小小的咖啡厅 古斯坦塔在这里可以买到 再照一照我们的站牌 霍尔图15.39 我们的火车来了 它呢比中国的绿皮火车要好一点 但是呢是没法跟中国的高铁相比的 还不错 里面还比较整洁 这个车数呢就跟汽车差不多 主要是在火车里每人都有位置 所以没有站着的神客还是比较安全的 大多数都是神客 旅游的神客 这外面的建筑房子 火车站外面沿线的还是比较破旧的 大概是一个小镇 不太发达的小镇 这是在这个火车站等车的 对面来的火车应该是从 波尔图 这是从波尔图开完里 是本方向的火车 对面这辆车没什么人 这是到哪里的 也是波特 可能是反过来开的 他从波尔图过来的 一个火车也就几节长 这个小镇 这小镇出去推就出去了 也没有什么口子 直接一走就走出去了 这个小镇 这个外面的房子明显 比刚才那里的房子要好很多 环境也要好一些 环境也要好一些 这是一个大站 应该 这个地方稍微大一点 可以 今天我就会处理 一定要上法 别有啦 咩 不 火车马上就要驶进波尔图站了 这次火车旅行感受很不错 确实坐火车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在今后的几天里 我们将游玩波尔图室和他周边的酒庄 感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游玩葡萄牙 谢谢